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其实他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年关而烦恼 因为过年就意味着舒服要带着联姻对象回来了 也意味着他的日子将不再平静 你还会怕这个啊 魏无羡倾笑一声 你不是学霸吗 你怕这个干嘛 魏无羡抬手 轻轻揉了揉蓝望鸡的后脑勺 安慰道 别担心 你肯定闭着眼睛都能拿忧的 文艺人 蓝望鸡扬起唇角笑了一下 你就这么相信我啊 当然 魏无羡凑过去亲了亲蓝望鸡 微微上扬着的唇角 也不看看你是谁的老公 你可是我魏无羡的老公爷 想不优秀都难 魏无羡说这话的尾音是上扬的 满脸傲娇的小表情 惹得蓝望鸡一乐 又忍不住低头去跟魏无羡接吻 他算是捋清楚魏无羡的逻辑了 平时就打死都是魏无羡自己是老公 哄他的时候 就他是老公 比如现在 魏无羡要安慰他 就直接喊他老公还不算 还主动把嘴巴张开一点 伸出舌头去跟他舍吻 见戏还不忘呢喃一句 我老公真棒 蓝望鸡特别喜欢 魏无羡叫他老公时的样子 勾人又魅惑 让人拔持不住地想要欺负他 于是舍吻又变成了最激烈的情势 就在窗台边 魏无羡微微弯腰 双手扶着窗台 背对着蓝望鸡 蓝望鸡就在一片灯火中 双手掐着魏无羡的腰 从后面进入 一举插到底 第二天 就是蓝望鸡期末的第一天 魏无羡早早地起床 踏到蓝望鸡身上 低头在蓝望鸡唇上轻轻吻了吻 笑道 幸运之吻 他会保佑你一颗不挂 苛苛优异 蓝望鸡伸手搂住魏无羡 看向魏无羡的眼底 满是深情爱意 谢谢老婆的幸运之吻 你等着啊 他仰起头 亲了亲魏无羡的嘴唇 眼角轻挑 笑道 老公给你考个好成绩回来 魏无羡出奇地没有反驳他的称呼 还一副很郑重的表情 点了点头 好 老婆等着你拿个蛮忧回来 我一定好好奖励你 这一本正惊哄孩子一样的表情 逗得蓝望鸡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好 蓝望鸡趁机又亲了亲魏无羡 才一下翻身下床 连带着把魏无羡也从床上抱了起来 进了浴室洗漱 早餐后 魏无羡执意要亲自送蓝望鸡去学校 根本不给蓝望鸡拒绝的机会 直接抓起蓝望鸡的手就牵着出门了 把人塞进车里 又喜心地帮他系好安全带 魏无羡才回了驾驶室 一踩油门 车子便伴随着沉销 扬长而去 十五分钟后 一辆黑色小轿车在帝都大邪门口缓缓停下 魏无羡把手搭在方向盘上 扭头看向蓝望鸡 去吧 考完来接你 蓝望鸡在喉咙里喊了一声 却不下车 只是用一双漆带 又充满暗示性的眼睛看着魏无羡 魏无羡愣愣了一下后 瞬间反应过来 嘴角上扬出一个轻挑的笑 然后微微轻身 一只大手扣住蓝望鸡的后脑勺 另一只大手握着蓝望鸡的肩膀 把蓝望鸡拽到自己跟前 然后俯身上去 含住蓝望鸡的嘴唇 跟蓝望鸡接了个深远而绵长的吻 只等两人都有些喘的时候 魏无羡才放开了蓝望鸡 喘息着笑道 幸运之吻 蓝望鸡这才满意的一扬唇脚 等我 说完就拉开车门下车 往前帝都大学门口去了 有了幸运之吻的加持 蓝望鸡常常考试都特别顺利 且棋开得胜 拿了个全优的成绩回来 当蓝望鸡把这一好消息 告诉魏无羡的时候 魏无羡高兴了一下 跳到了蓝望鸡背上 蓝望鸡立马吸领神会 背着魏无羡在屋子里跑了三圈 蓝战 你真棒 魏无羡双手捏着蓝望鸡的耳垂 故意拉长了声音道 我老婆真棒 这考试前要哄着他逗他高兴就是老公 考完试了不用哄着了 他就又变回了老婆 蓝望鸡把魏无羡背到沙发旁 把魏无羡放在沙发上 气身压了上去 故作凶巴巴地道 不是喊我老公的吗 嗯 说着 蓝望鸡一口咬住了魏无羡的嘴唇 用尺尖惩罚性地施咬了两下 怎么还变来变去的 魏无羡伸出双手 捧着蓝望鸡的脸颊错圆柔变 甩来道 我乐意 你乐意是吧 蓝望鸡伸手去撕扯魏无羡的领口 露出一大片白皙的胸膛 低下头去亲吻 看我怎么收拾你 说着就重重地含住了 魏无羡胸前凸起的一点 魏无羡被含大了一声 曲起膝盖 弓声跟蓝望鸡继续玩闹调情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魏无羡难耐地挺了挺胸膛 你电话响了 不接 蓝望鸡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 继续埋头在魏无羡的胸膛上亲吻 可不接 那电话就像是跟他刚起来了似的 一直执着地一遍遍响起 蓝望鸡只好放开 含着魏无羡皮肤的嘴唇 从魏无羡胸膛上抬起头来 喘息了几口 把气喘匀了才伸手抓过手机一看 竟然他割蓝西沉打来的 割 蓝望鸡疑惑地喊了一声 怎么这么晚了打电话 有什么事吗 语气里都是欲望 被强行压下后的不悦 还盛着情欲的眼睛 却一直看着躺在自己身下的魏无羡 眼底尽是温柔爱意 下一秒 蓝望鸡就瞳孔皱缩 眉头紧皱 半晌才不可置信地问了一句 什么 怎么这么突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